洛基恐怖兽这出经典百老汇音乐剧 将由树德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的学生重新诠释演出 为了这个年度的展演任务 全系师生可以说是绞尽脑汁 尤其是在演员选角更是精挑细选 担任重要角色人物的演员也是吃尽了苦头 但是能有演出的机会都觉得很值得 中文对白英文歌剧为了演好剧中人物的角色 学生可以说是全心全意投入到了废寝旺时的地步 即便是主修戏剧还是要重新学习英文发音 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两个是主专场是戏剧 所以对跳舞跟唱歌都没有很擅长 所以就是会很喘 然后还要继演戏要继唱歌要继跳舞三件事情 真的非常的难 其实我本人啊在大学才唱过英文歌 我之前都没唱过 所以唱英文歌其实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从还没有唱歌开始从英文一个单字一个单字 慢慢练手到真的要唱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过程跟挑战 就是我现在其实还是一直在努力去克服这些东西 为了诠释城堡里个性古怪的管家姐弟 老师从百位学生当中依据身高个性和脸部线条 挑中了这两位学生单纲演出 希望精准抓住角色引领观众进入剧情 我觉得他跟我本身的外形有点像 然后我就在揣摩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点 因为他比较古怪一点 然后会比较吸引人家的目光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角色的特性 所以我会比较琢磨于他古怪跟特别的身体姿态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他做起来这个角色蛮特别的 我是主修戏剧 对 音乐是我个人的一个兴趣 对 我还蛮喜欢唱歌的 所以其实有时没事就会唱一下练习这样 对 然后关于这个角色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我认为这个角色还蛮怪异 然后又疯狂 对 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可以很漂亮跟性感的 全剧中的灵魂人物 有着双重性格的特质 更要穿越时空游走人性狂想边缘 演员谈成压力很大 但是惊喜有这样的角色扮演机会 希望好好把握完美呈现 我觉得就是 第一个要先突破的点是 我要在两性之间找到性这件事情 蛮开心的 而且真的很少会有 这么中性 这么跨越性别这件事情的角色存在 这出经典大戏预计在2019年的春季展演活动中登场 主办单位处得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 更将在观众席设置摇滚区 希望把这出风靡全球的电影 以另类的表演方式 让观众朋友耳目一新 港多新闻李正道黄澜君 采访报道